我叫闫丽 我是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医生 我是2月8号来到武汉 现在在临深山工作 排蒙蒙员闫丽是一名支援武汉的心内科医生 1971年出生的她曾经经历过 非典 汶川等多个救援工作 在她眼里 灾难来临时能够冲在前面 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非典的时候呢 我当时是在那个雪兔市 其实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 但是后来就是调派我去那个发热门诊了嘛 我也是就很高兴地去了 在就是论川地震的时候 我被排在那个第一机动队 我当时其实也是挺想去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真的是觉得我有用你知道吗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 就是说没想到会过来 我觉得哎呀 能选择我来 那实际上说明我还可以做 我还可以做得挺好 那实际上就是挺光荣的 从出发到现在 严厉始终以乐观的心态 面对危险的工作 当你想小苍山当时 就是小苍山当时建造的时候 是零感染的 结束的 所以说我们要是做好这种努力 做好这种防护的话 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做 就是做到这一点 就是将来是零防 那个零感染 然后零死亡 我们是希望这样的 严厉说 她所在的团队一直用 比别人更严格的标准来防护 因此她对自己很有信心 一定能平安回家 除了本身戴上完身体五口罩 和立福搁着一贴的时候 就立马觉得上白气 然后我们后面外面 还要再放一个外壳口罩 然后两层帽子 两层口罩 然后那个两层洗套 就是实际上防护的是挺好的 不过在重重防护下工作 也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 实际上这个防护服务 在防护很好的时候 它也是有一点反作用 就觉得实际说话 就给你脑缺氧 然后闭眼里 可能就给你倒那种感觉 因为确实我们也有不少 就是中途就出仓的 就是确实就是耐受不了 雷胜山医院主要救治的 是各医院发热门诊 和住院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 刚入仓时 严厉发现有的患者 因为病情严重 说话声音小 有的因为说方言 导致医患之间沟通不顺畅 然而其他患者的热心帮助 总是让他感到温暖 比如说这个屋有两个人吧 然后就是其中的一个人 就是什么听不见了 或者是那个又方言了 而另一个人他就会主动的 因为我说话的时候 我就特意就说得很慢 然后我说话还是比较标准的 然后这个就会有人对我翻译 目前雷胜山医院出院人数超过500人 严厉所负责的患者 许多也都已出院 其中还有人给医疗队送来感谢信 严厉告诉记者 这次经历让他更深深地感受到 生命的可贵 他说他一定要平安回家 把这份经历涌集在心 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人生中一个保护的经历 然后可能会拿出去吃吃牛啥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来到了最危险的地方 确实就是这样 确实就是有可能回不去 但是我也不想 我想我要努力地做好防护 我要好好地回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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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